我最近开辟了第17个我自己的Youtube频道 因为我现在Youtube有17个分门别类 为什么要弄17个因为分门别类 第17个是你需要知道的英文小知识 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英文小知识 杂七杂八的 但是一几一个重点都是蛮实用的 第二个就是都短短的 可能三分钟左右 现在已经放了大概四五十集了 每一集你花个几分钟三分钟左右的时间 比如说第一集是adductor 除了是医生博士以外也可以篡改的意思 像第二集名词有拿五大类 什么这个普通名词最好名词 像第三集的话 名词常见的刺猬有哪些 你看到TLNMNTNES这些大概就是名词 每一集就是一个重点一个实用重点 像第四集狗 总的有哪些英文字 什么军野狗 家狗看门狗 牧羊犬 导盲犬 这些 这一集都是蛮实用的 像第六集是英文 不要讲喝汤 英文是吃汤 什么原因 我帮他讲一下 像第六集是英文吃跟咬 有哪些动词 像eat bite chew naw gab devile 一大堆字 第八集是remember to 后面加to或者是动名词是意思是不一样的 像第八集home跟house意思也是不一样 类似这样的东西 现在已经放了大概四五十几 大概做个几百集没有问题 就是有些是文法 有些是语法 有些是字跟词啊 有些是一些概念啊 不一样 就等于像笔记 我自己做个笔记一样 都是一个点啊 一集是一个点 这是我第十七个频道 你需要知道一些小知识 所以你一次花个几分钟 三分钟 四分钟 看一看 时间比较短啊 可能很多东西都是你 不是那么清楚的啊 这帮助很大啊 尤其里面有很多都是我们用错的 或者观念很模糊的啊 这我最近弄第十七个 那我先前几个礼拜前啊 放了第十六个 第十六个 就是如何说出道地的英文啊 像是第一集啊 你要保持 意思就是说 当你想一个中文的时候啊 跟你你要讲英文出来 你脑袋可能会 先把中文翻成英文 可是在中间会出现问题啊 就是你可能会假扎中文式的思考 因为你不确定嘛 如果你确定的话 就直接用英文讲出来 那你不确定 所以你脑袋会 先把中文观念翻译成英文 再讲出来或写出来 那这样子可能就不到地了啊 就是 那是你想的 或者你认为是怎么样的 或者你 你记忆起 好像外国人怎么讲 好像啊 那这边就是道地啊 就是外国人常讲啊 要保持神之清醒啊 外国人可能 他们会怎么讲 retain your sanity preserve my sanity keep your sanity 可能是奇怪 你神之清醒 你没有想到sanity 没有想到这个词啊 没有想到retain preserve keep 当然这些 都是举例啊 不是说一定是这样子讲 或只有这种 这几种讲法啊 这只是提供一些外国人 他道地啊 外国人一看 哦对我们是这样讲 没有错啊 像勤喷大语 外国人会怎么讲啊 表现男人气概 外国人怎么讲 说一个笑话啊 讲装不关心啊 这个互相问候 借酒交手 他们会怎么讲 他们 或者是争夺遗产 这些都是 一集大概讲 十个字词啊 这叫字词搭配 十个 一集讲十个 这边中文的观点啊 天堡肚子怎么讲 对某一个态度随便啊 开采金矿啊 像上帝打的外国人会怎么讲 这边也放了 大概五十集上去啊 五十集 一集叫十个啊 五十集就五百个啊 这种就很多了啊 就这样子会帮助你啊 所以你一集看一下啊 大概 八九分钟啊 八九分钟这样子 或十分钟这样子啊 你就可以看 罕见的奇才啊 上司听力外国人怎么讲 把希望寄托某人怎么讲啊 打开眼界怎么讲啊 这样子 好 这边已经放了五十集上去啊 这是 如何说出道地英文 说最近放了 第十六个跟第十七个 那我现在总共有十七个YouTube频道 这个放了大概一年一年半多啊 十七个有十六个是教英文的啊 一个是尝试性的啊 尝试宝典 目前这个订的人比较多啊 那其他那个英文密集啊 稍微早一点啊 也多一点 订人多一点啊 还有成语照句等等啊 所以我十七个啊 就是除了一个跟英文无关的尝试宝典啊 跟其他都是跟教英文的啊 英文密集 这综合性的 什么都有啊 英文学习保语这两个都有啊 而其他分门别类啊 就功能性啊 就一字多意 一个字可能很多意思 这是我们学英文最弱的一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正确发音片 美式的正确 发音把每一个缠络的英文字啊 把音标弄出来要怎么念啊 所以我们一般发音很差 华人发音很差 所以这个 这个也看了比较多一点 然后实用绘画片啊 成语照句片啊 成语谚语啊 片语啊 这都是我们比较弱的一环的啊 常见错误啊 我们常常会讲哪些 用哪些错误的字词去表示 而经验说片难一点啊 所以我这边都有难度啊 难度八就比较高啊 长句破解片 就是碰到长句怎么办 举了很多例子啊 大概一百一百五六十几 一起讲一个长句就是五十个字 到一百个这么长的句子啊 怎么办 怎么去看啊 它的文法跟语法的窍门在哪里 而且一百大篇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的 简单绘画的意思啊 知识阅读啊 这难度高 后面有实用性 这是我自己啊 列出来的 特殊文法篇就是跟文法 因为大家一看到文法头就痛 那我就挑了一些很实用 比较实用 可大家老是搞不清楚的 特殊文法篇啊 英文测验 比如要考试的话 阅读测验啊 弄了很多考古题啊 基本单字篇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把所有的啊 简单的单字 但简单单字其实 一点都不简单啊 所以这难度其实看起来是二啦 实际上是不止 实际上到六啊 七都有啊 但表面上看起来是简单嘛 字很简单 所以英文里面啊 字越简单它越复杂 字越长啊 越难备啊 它越简单 为什么啊 越长的字啊 字母越多了 它其实意思 可能只有一个 那越简单的字啊 它搞不好意思有十几个 二十个啊 词性好几个啊 这实用性十啊 所以实用性最高的就是 正确发音片 实用性非常高 实用画画片很高啊 常见错误也高啊 这个特殊画画片很高啊 然后啊 基本单字啊 那最近这两个都是 针对实用性啊 如何说出到底英文 实用性非常高 我觉得啊 你需要知道英文常识啊 这个很高 这两个啊 难度看起来都低 尤其 这个你需要知道英文常识 就比较短啊 这个三分钟左右啊 可是实用性啊 非常高 所以目前弄是七个啊 就是主要是要分分别类 分开啊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帮忙就是 一个就是 就是订阅啊 但订阅大部分可能看到 比如说看到常识做物品 他就订这个 那少部分人可能有两层的 他知道 有十七个啊 他就一次定十七个 或十五个 十六个这样子啊 所以希望大家十七个都订阅 因为下面 你看YouTube下面都有一个下拉式的啊 上面都有连接的 可以点下去 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我比较穷啊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啊 就小额赞助啊 一千两千三千啊 上面有账号啊 所以订阅我的 十七个YouTube频道 能够小额赞助啊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看这个 我最新的 我主要是讲 最近弄的 如何说出道地的英文 已经弄得在五十集了啊 就是外国人怎么讲的 你这样讲英文就很道地啊 而不是中文式的想法啊 你这样跟外国一沟通 他就 一听就懂 不然你翻译过来 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话 卡卡的 可能外国人也大概知道你意思 可是因为你讲的跟他不一样 那你需要知道的 英文尝试最新的 现在大概放了五十集了 就是 很多的 方方面面的 各种都有啊 就是你需要知道的 会对 所以这两个对你的英文程度啊 都会帮助很大啊 这个意思啊